1923年12月16日发生的治警事件 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针对倡议台湾自治 设立议会的台湾议会启程同盟会成员 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发动全岛大逮捕 由于狮子日文发音与治事相同 因此治警事件被蒋渭水称为台湾狮子兽 特展狮子兽与狮子吼 透过媒体报道形式以及AI算图技术 模拟历史人像场景画面 完整呈现治警事件的历史脉络 这个事件对台湾人其实非常有意义 可是我们的历史资料 大家都可以知道比较多是文字的资料 也比较多可能是平面资料 照片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多 可是以现代人的乐听习惯来讲 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消化跟吸收 这么大量的资料 所以我们特别这次运用了这个AI的技术 然后透过有一些历史人物 他的一些照片 那就可以模拟出一些他的场景 比方说他们在开会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在做一些 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这样子让大家可以用更加的 贴近大家乐听方式的模式来做这个模拟 那同时呢因为进行事件 他其实有经过预审 一审二审三审这么多次的开庭 他可以说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 这个正式审判事件 那为了要重现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也是把这种很平面的书面资料 我们特别的用AI的方式 我们来把它模拟这个法庭的场景 让大家可以用像在看影片 看电影的方式来回到说 当时呢他们是怎么样在法庭上 互相辩论的 然后呢是怎么样的 法官检察官他们是什么样的立场 那我们的制式们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一个反抗的行为 在史观上来讲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辩论 可以更呈现出说 他们当时这些制式们 真正的一个想法 还有对于一个国家 对于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立体的想法这样子 请敲下正义之锤 记者会现场 至仅事件制式 蒋卫水 蔡培火 蔡慧如 林佑春等前辈的后代家属 都出席新文化运动乐活动 文化局长蔡施萍 也以马克吐温名句 感念前辈们的努力 为台湾民主运动留下典范 非常谢谢各位 要不是一百年前 要不是一百年前 各位的长辈们 我们不会有现在留下来的 包括这个台北北警察署 转型成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这样的一个过程 马克吐温说 历史不会重复 但会押韵 所以在我自己经历过的 台湾的发展史上 我相信各位刚才看到这些故事 在主持人 特别是主持人 在描绘当年这个自己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努力 当年的台湾民报是怎么样子来报道 然后在那段时间 虽然他们被抓 被判刑 但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面 等于是一次全民的觉醒运动 台湾的新文化的觉醒运动 这个经历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也经历过 历史不会重复 但会押韵 美岛事件 前后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启蒙 因为我们从那时候知道说 原来历史是可以打拼的 民主是应该打拼的 人权是应该打拼的 我们这个展可以看到三个一百年 就是自警事件一百年 一位其成同胞一百年 台湾民报一百年 所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次展览 这个自警事件被称为 台湾历史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有非常多重的意义 第一个 它是台湾双语世代 第一批接受现代性教育的 知识分子的集体 因为政治事件的被大逮捕 第二个呢 它是第一次这样被公开文明 然后大辩论 总督府跟检察官 对这个跨海而来的律师 还有在台湾的日籍律师 还有台湾籍的律师 还有被告 他们在法庭上各自主张的一个陈述 这个都是台湾世华史上 可以说是前无仅有的一个记录 另外呢 留下来的育中文学 更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上 占有一个地位 也是他们开始的这种育中文学 日本时代的时候啊 在那个时期就是 虽然是同一个国家 然后日本人说是殖民地 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在日本跟在台湾 它其实是不同的 使用不同的法 那这些 其实他们去申请台湾议会的这一群制式 就是发现说很多活动 它在日本是合法的 但是在台湾呢 他们就是是不合法的 是处处受到限制的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平等 他们想要争取台湾人自己的议会 那所以他们就一直推动这个新文化运动 可是呢就一直没有办法很成功 他们希望说同胞们可以自己 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嘛 所以他们就推新文化运动 但是经过了这个大逮捕之后呢 虽然说他们有人背叛有罪 但是呢 当时他们的台湾民报 他们发行的这个台湾民报啊 就销售量也大增 那参加他们的组织 台湾协会的人 人数也大幅的提升 那也就是说呢 透过这个全岛大来谱的这个事件啊 让当时的台湾人啊 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为什么这些人他要去争取 而又为什么会被总督府 遭受到就是挑动到 总督府敏感的神经 这件事情有了一个聚焦的作用 所以让这个新文化运动 在当时也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样子 新文化运动月活动 至今百年 遇光前行 10月1日起至11月30日 将以文化展览 戏剧演出 音乐表演 在地市集 及论坛讲座等丰富活动 带领民众进一步了解 至今事件 及台湾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 记者领带会 台北报道